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现在的电影游戏讨论环境下不是很被提倡 但是其实在漫画平台上 铁月战士 异形 终结者一类的角色 还真和很多其他作品里的知名人物互勾过 是的 今天我们为了满足大家的乱斗欲望 特地去查找资料 统计了一些与铁月战士Predator这个IP乱斗过的漫画作品 同时也来小小的了解一下美漫里的乱斗文化 现在掌握铁月战士漫画版权的是黑马漫画公司 相信一些喜欢去购买与阅读游戏周边漫画产品的玩家 对于这家美国漫画公司并不陌生 微软的光环系列 索尼的最后生还者等作品 都与黑马进行过合作 黑马是美国第三大漫画公司 旗下有很多原创以及影视游戏IP的漫画版权 比如异形、铁月战士、抵御蓝爵、最后之城、三百等等作品 这也为他们之后大乱斗作品的牌面提供了保证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正题 来看看这些打着铁月战士大战XXX 或者XXX大战铁月战士字眼的作品到底有哪些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比较传统经典的异形大战铁月战士系列 黑马漫画在1989年推出了异形大战铁月战士相关的漫画作品 这也应该是在漫画界都比较成功的一个乱斗IP 异形大战铁月战士从80年代到现在的30年左右时间中 持续推出了20几套作品 并成功完成电影改漫画 漫画又改电影与游戏的力输出 促成了电影与游戏版异形大战铁月战士系列的诞生 并且这个系列对于铁月战士形象背后的一些设定完善也起到了作用 最新作品《火与石》以及《生与石》 已经开始联动电影《普罗米修斯》 与异形契约中出现的工程师这一神秘物种 当然这里还是要提醒一句 除了一些官方清定的与电影游戏等平台的作品 世界观联动的漫画以外 铁月战士《异形》以及《异形大战铁月战士》的漫画电影作品 更多的都并不在同一世界观 这就像中国观众更加熟悉的DC漫威公司的漫画与电影关系一样 各个作品之间大家都有着自己的定量与变量 它们是很相似但又不同的平行宇宙 这也是美慢的一个标准套路 也正是从《异形大战铁月战士》的漫画开始 铁月战士这一角色就不断在各种厂商之间的合作下 往返于各个世界中穿越狩猎 在1991年时 黑马与DC合作 安排了一个名叫《蝙蝠侠大战铁月战士》的漫画 故事大概就是说 铁月战士来到戈坛寺狩猎 并对上了蝙蝠侠 在初期交手时 蝙蝠侠被打伤撤退 之后 伟恩少爷制作了一套 搭配深纳探测器的动力外骨壳装甲 来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 与反制铁月战士的隐身科技 在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后 蝙蝠侠最终打败了宇宙猎人 出版后 蝙蝠侠《大战铁月战士》的反响很不错 之后 在1995年与1997年 黑马与DC又接着合作 推出了两部《蝙蝠侠大战铁月战士》的漫画 并且还加入了猫女 急动人等角色 这一系列合作作品的成功 也让后来越来越多的铁月战士乱斗作品出现 期间 在1996年时 黑马还发行了一套 名为《人渊泰山大战铁月战士》的系列漫画 那段时间 人渊泰山作为一个小说转影视与漫画的热门角色 也被授权给了各个漫画公司进行创作 泰山不单单与铁月战士通过框 他与蝙蝠侠、超人等角色也有过合作 之后在1997年时 黑马漫画以银河系最强大的治安官 对战银河系最强大的猎人为噱头 创作了铁月战士大战特警判官 特警判官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漫画形象 最早于1977年就出现在了漫画刊物上 中国观众对于这个角色最大的印象 应该是来自于两部同名真人电影 第一部1995年版的特警判官 主演为我们熟悉的硬汉西尔威斯特·史泰隆 但是片子很无聊 评分也很低 第二部是2012年重启的新特警判官 主角换成了曾参演过《指环王与毁灭战士》的卡尔二本 个人感觉还不错 是一部打得非常爽快的R级片 之后黑马还给特警判官这个人物 出了《特警判官大战一行》等乱斗士作品 在1984年时 随着詹姆斯·卡梅隆的首部《终结者》电影上映 T800迅速开始出现在各种媒体上 而当1991年《终结者2》《审判日》上映后 这些面无表情的钢铁杀手 更是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存在 在那段时间 《终结者》在各个漫画公司的撮合下 也开始和各种其他漫画英雄战斗 在2000年时 黑马漫画更是集合自己手下的两大经典怪物形象 搞出了一个名叫《一行大战铁月战士》 《大战终结者》的作品 是的 《一行》 《铁月战士》和《终结者》三方混战 故事的时间点设置在了电影《一行4》之后 人类高层又开始研究一行 并想通过一行制造超级士兵 结果主管这一项目的人 其实是另一个平行宇宙的人工智能天王搞过来的终结者 天王派出这种 可以穿越到各个平行宇宙的终结者型号 收集其他宇宙的科技 并想以此打败约翰康纳 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这里 这台终结者就想通过一行的生物特性 制造一种新型终结者 这种终结者如果受损 可以马上吸收周围的金属物质 来恢复自己的机体伤害 《一行4》里的英雄 混血Ripley 开始领导自己的伙伴 对这一项目所在的设施发起攻击 想要摧毁《一行》相关研究 这时铁月战士也到了 他们想来狩猎这种机器混血种 再然后 那些被关在研究室里的《一行》也跑了出来 《一行》《铁月战士》终结者开始互殴 最终Ripley又牺牲自己 和最后一支大战后还存活的《一行》 《终结者》混血同归于尽 碰碰碰 总的来说 虽然《一行》《大战铁月战士》 《大战终结者》这个系列虽然名字有点凶 但其实画风与故事都还可以 最后还讨论了一下 混血Ripley对于自己到底是人 还是《一行》的身份认同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之后 可能黑马与DC觉得之前的乱斗还不够热闹 在2007年 他们两个一拍即合强强联手 再次拿出自己手下的流逼角色 搞了个超人与蝙蝠侠 《大战一行》与铁月战士 这部漫画里 有一群铁月战士在冰河时代就掉落到了地球上 由于他们的宇宙飞船受损 所以无法再离开地球 之后他们就一直躲在安地斯山脉的一座火山里 当然他们的飞船里也带着一行暖 之后他们就一直躲藏在山里 直到这座火山快要爆发 他们才开始出来到人类社会中找寻新的长生地 顺便杀了几十个人 这样就引起了超人与蝙蝠侠的注意 当超人知道这件事以后 决定尽量不杀他们 并把他们送出地球 是的 超人觉得他们虽然对地球生物来说是入侵者 但是铁月战士与异形都有活下去的权利 所以最后 超人与蝙蝠侠就像释放野生动物一样 把异形与铁月战士都装回了他们的宇宙飞船里 运到了太空轨道上 让他们自己回家 其实这种乱斗星作品 在漫画界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同一漫画公司的人物互相客串 不同公司的也在串 什么机器战警 大战终结者 超人 大战蜘蛛侠 哥斯拉 大战 查尔斯 巴克利 什么稀奇古怪 五花八门的都有 黑马在最近几年才又重启了一个 关于特警判官的乱斗作品 铁月战士 大战 特警判官 大战 异形 而这也是漫画作品的魅力所在 漫画相比电影与游戏等电子影视媒介 制作成本更低 一些有趣 甚至有点神经质的创意 也可以完全没有限制的展现出来 另一个方面 其实也是因为观众们 乐于看到自己喜欢的不同作品角色 出现在同一个画面 展开一段有趣的故事 而漫画家们也只是 把观众们心中的这些想法给描绘了出来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故事都会非常的简单粗暴 但这也不正是漫画的有趣之处吗 其实想来在这个完全电子化的媒体时代 我们如果能够像过去一样 有时间坐在桌子上翻看一本实体漫画书 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细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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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